你看到 這是一夜28號剛落成的 金屯的呼喚 你看 這就是金屯的嘴巴 這是金屯的尾巴 是一個很美的藝術建築物 它坐落在台南市安平港 這個安平港 是1895年日本人殖民台灣 在1922年所開始建築的 鄭千花就是一人碼頭儀式場的地方 它蓋了4年在1926年完成 它的長度就是從這個方向 一直3.78公里到台南市中心的邊緣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到1945年結束 鄭千花看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安平港的出海口 你看到這些都是遺傳 這個公共建築 坐落在這裡 它是1月28號才落成的 也滿有味道的 它中間有一個台灣的圖形 是由幼彩玻璃 448片所組合成的 這是台灣的尾巴 這是台灣的尾巴 鵝鵝鵝鵝鼻的地方 那你再看 這是台灣的頂 這是北方 基隆台北的地方 所以這個彩繪的玻璃 再配合燈光所呈現出來 就有它的美 在上面看 就更清楚 可以去看到 一個台灣島的圖案 你看 這是台灣的尾巴 這是台灣的西邊 這是最高的翼山樓 這是台灣東部的地方 由這邊看出去 就是整個安平港了 這個 就是金屯的嘴巴的地方 這是一個剛構的建築 它的長度 有23公尺 寬度10公尺 高度 有8公尺 高度 有8公尺 所以在夜晚 再加上這些彩繪玻璃的燈光 把這個台灣的圖形 就點綴得很亮眼了 正前方 就是安平港了 晚上 一些燈光的燈光 演繹玻璃 也非常漂亮 scaling 花花花花花